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娘 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下啊 就是我作为一个自驾旅行博主 平时出门的时候会带哪些好物 希望对大家的旅行有所帮助啊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小钥匙扣灯 我给它拴在了我的车钥匙上 还拴了俩 它就是呢比手电要小很多 但是呢照明比手电还要好 后面还是可以磁吸的 把这个打开还可以架在桌子上 而且这一块还是一个开瓶器 就老方便了 第三个呢就是应急尿袋 因为全让我用了了 所以此处只能贴个图啊 就比如说春节的时候 那个高速不是不收费吗 我就被堵在那个高速路上了 就你会发现想上厕所的时候 就真的离不开这种应急尿袋 第四个呢就是头枕和腰靠 这个就是老生常谈了 我觉得开车是必备的 然后腰靠 我觉得还是买这种记忆棉类型的 第五个好物啊 就是这个车仔小桌板 比如说你在服务局想吃个泡面啊 还怕洒出来之类的 你就可以拿这个小桌板 哎架在这上 这块就平了 你就不怕那些汤汤水水洒出来了 而且有的时候我还会架个小桌板 然后在车里办公 第六个还是没有食物图 一次性内裤 就是你旅途当中呢 可以不用再洗内裤 不用再带着美感的内裤磕拿跑了 这脱下来就仍老爽了 那第七个呢 就是我这个保温杯 因为冬天嘛 像我们东北冬天的话 那个车内的瓶装水 就会全都冻冰 而且在路上的时候 你就会想喝个热的 所以每次我到服务局的时候 就会把我这个大保温杯 加满热水 休息的时候 用这里的水泡个泡面啊 包括喝口热的呀 感觉挺舒服的 所以大家自驾出行的话 也可以备一个 那以上呢 就是我自驾出行 必带的一些好物了 真的是让我自驾游 方便了不少 那以后呢 再遇到什么好用的东西 我还会回来和大家说的 好啦 拜拜